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欢迎来到2月26日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一则来自美国的消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被提名人威廉伯恩斯 24日出席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 会中他特别强调 胜过中国是将来十年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 伯恩斯拥有33年的外交官资历 曾担任美国驻俄罗斯与驻约旦大使 在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伯恩斯后 政治观察家分析 这不只凸显拜登团队的外交特色 并显示了拜登对中国的立场 过去有人认为拜登对中国较为随和 而这次提名伯恩斯意味着 拜登提高对中国的警戒与强硬 伯恩斯在提名听证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表示 中国大陆过去六七年的成长是警钟 清楚表明美国今日面对的竞争对手与敌手的性质 美国必须为与中国长期竞争做好准备 中方领导人构成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 在情报委员会完成听证会后 情报委员会和参议院院会将分别表决 决定是否支持伯恩斯出任CIA局长 伯恩斯因其过去资深的外交专业受到民主和共和两党共同支持 据报道至今没有任何参议员暗示或表态反对这项人事案 伯恩斯极可能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新冠疫苗的消息 为对抗新冠变种病毒已经被证实会导致疫苗效力降低 辉瑞在25日宣布研发第三剂增强剂 以及改良原有疫苗的计划 另外一家疫苗莫德纳也宣布要针对变种病毒研发新疫苗 辉瑞执行长博尔拉发表声明表示 辉瑞已经在测试接种两剂疫苗后的人 在半年至一年间再接种第三剂原配方疫苗或改良疫苗 以因应变种病毒对疫苗产生抗药性 若结果成功 辉瑞将扩大推行施打第三剂疫苗 而莫德纳方面则已经针对变种病毒生产新的疫苗 必已经送至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测试 同时 娇生集团已经研发了只需要一剂的新冠疫苗 有望在三月经过FDA批准后使用 此外 中国自产疫苗目前已经在国内进行施打 在对抗变种病毒上也开启了新的试验 对辉瑞等疫苗 中国专家则批评其刻意淡化危险性 与夸大95%的保护效力 目前 中国自产疫苗的保护效力 约在60%到80%之间 再下来 又是一则美国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周三 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 撤销前总统川普有关限制 对美劳动力市场构成风险外国人 获得美国绿卡的法令 同时拜登建议立法 限制未来总统颁布移民禁令的权利 去年4月 前总统川普签署命令 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护美国就业市场为由 暂停签发新的绿卡直至今年3月底 此项禁令也阻挡持有工作签证的移民入境 此举大幅削减了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 多达12万名家庭签证申请人受影响 拜登在24日签署行政命令 撤销川普的这项移民宪令 解除冻结发放绿卡的规定 并发声明指出 向合法移民关上大门 不会促进美国利益 反而损害美国 包括妨碍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与其家人团聚 伤害美国国内需要世界各地人才的产业 不过 拜登在24日撤销绿卡禁令 并未同时解除工作签证的禁令 这可能是因为反对者质疑 认为川普在任内的移民禁令 大幅改革了美国移民体系 减少投机申请庇护和非法移工的数量 这不但保护了美国公民的就业市场 也极大改善了社会治安 缓解了社会福利压力和逃税等问题 让美国经济度过2020的疫情打击 若轻易废除所有的移民限令 2021将是美国公民更为艰难的一年 接下来 在美国 有两则关系亚裔生活与健康的消息 一个是微信群组 一个是火锅底料 近期 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 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也让一些独自居住的老年亚裔居民 对外出感到恐惧不安 加州湾区奥克兰的商会 创建了一个社区微信小组 在微信群里 将需要帮助的亚裔居民与愿意帮助的志愿者联系起来 此举为亚裔居民 特别是长者提供了外出的人身保障 此外 美国总统拜登也已将应对犯罪激增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他命令司法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更密切的预防和追踪针对亚裔群体的歧视性袭击 美国食品安全检查局日前下达最严格命令 全面下架回收大陆四川名阳公司所生产的火锅底料 总数近10万磅 因其中含有的牛脂成分被认为危害健康 甚至可能致死 这批被召回的名阳麻辣火锅底料共有三款 已流入美国部分超市及餐馆销售和使用 农业部并警告这些产品全都没有联邦检查标记 属非法进口 若是已购买干产品千万不要实用 应丢弃至有密封盖的垃圾桶或退回购买地 避免让其他人或动物误实 接下来是教会机构消息 全球最大在线零售商亚马逊 最近移除了学者莱恩·安德森 检视变性人运动的书籍 作家声称 这是用思想压制来支持变性的举动 安德森是华盛顿特区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新任主席 他在2018年出版的《当哈里变成沙利》应对变性人时刻 探讨了变性人问题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考量 最近想购买该书的读者告诉安德森 在亚马逊无法找到购买页面 并且未告之理由 安德森告诉媒体 他的出版商联系亚马逊寻求解释 但仍未收到回应 日前亚马逊还移除了有关前同性恋者的书籍 在这些书籍中 出现了曾经是同性恋者 或变性人讲述了他们因信仰基督后 自我发生改变的故事 根据亚马逊的说法 这些书籍违反了亚马逊的内容准则 自4月起 美国的正道福音神学院将开始 福开斯婚前协谈导引员培训 教导如何辅导婚前的情侣 以圣经为依据 为未来的婚姻关系的发展 做好准备 完成本项训练者 可获得国际认证之 Focus婚前协谈导引员证书 符合正道培育中心学制规定者 并可获关顾福导证书科一学分 讲员是正道福音神学院院长林国亮 他是家庭施工教授 资深婚姻家庭施工专家 与Focus训练师 欢迎对婚姻家庭施工 有负担的教母同工 以及受过基础协谈训练的 信徒同工前来报名 报名与课程教授都在网路上进行 课程日期是4月15日至5月8日 报名与其他详情 请见正道神学院福开斯课程官网 接下来是一则开录者消息 自本月起 开录者不止在已经有的脸书 以及微信平台 YouTube等频道每日更新节目 现在在其他社群媒体 例如TikTok、WhatsApp、Signal、Line 票圈等平台 也开设频道或公众号 请大家为开录者的新尝试带导 盼望能更好的将开录者的福音制品 多方传递分享给有需要的地方 这就是今天开录者的快看新闻 感谢收看 再次祝您元宵节快乐 也请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